大家好,我们下头一起来分享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反映了欧乌战场当中 乌克兰的无人侦察机被俄罗斯的防空导弹袭击的一个过程 并且最终乌克兰方面利用远程火炮将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发射车击毁了 我们说这个视频为什么给大家分享呢 主要是反映出几方面的一个信息 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导弹防空车呢 它是苏联制的箭矢防空车 这种防空车在多次视频当中都出现过 并且它发射的导弹很难击中无人机 所以这种老的武器对于无人机的防守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乌克兰在最近的作战当中大量的开始使用固定翼的侦察无人机 这种侦察无人机呢它侦察的范围比较广 我们注意注意这些拐弯的地方啊 这些地形 由于乌克兰使用的是固定翼的侦察机啊 所以它的晃动比较厉害啊 我们看起来不太舒服 但是对于军队来说呢 它可以侦察的范围要广一些 续航能力长一些 这样在空中待的时间越长 它侦察的死角也就越少 比四旋翼的飞机这种监控能力要强很多 好 我们下头来把这个作战的地点给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是两个防风铃带 大家可以反过来去看一下这个短片啊 注意一下这些形状 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 两个弧线的地方啊 有弧线的地方 这是一个直角相交啊 带有一个弧线 另外呢 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是一个弧线 然后它中间有一条直的防风铃带 插在弧线中间 这两个位置在镜头当中啊 都是出现过的 我们来给大家稍微指一下 对吧 这是一个弧线 从前出现过了 啊 我们对应到 啊 就这个弧线啊 就这个弧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居然说了 就是把这个稍微讲细一下啊 因为 为什么我们要说的稍微细一些呢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视频 它已经是把去年的啊 信息给翻出来了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两个香蕉的一个 啊 防风铃带 后面啊 实际上就这个位置啊 这个香蕉防风铃带 完 这是有一片树林子 所以大家把这些位置 看清楚之后啊 我们也就知道 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理位置 它是处在了啊 格拉斯纳哥拉啊 也就是说在索列达尔的西侧啊 巴赫木特的北侧啊 巴赫木特的北侧 北侧稍微有点偏东的啊 北侧稍微有点偏东的位置 巴赫木特整个处在乌克兰 东线战场的最中部啊 处在最中部这个区域啊 这就是作战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通过这视频呢 我们就能看到两方面啊 一方面是在北部战 巴赫木特的北部 双方有比较激烈的战斗 而乌克兰在利用它的技术优势 在一点一点清理俄军的目标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种箭矢防空车啊 确实不好使 箭矢防空车 俄乌双方都有使用 而且都打不下来对方的侦察无人机 前段时间有个视频就是 俄罗斯利用柳越刀啊 击毁了一辆箭矢防空车啊 确实这种武器是有点落后 现在已经 好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来分享一段 俄罗斯利用柳越刀袭击 箭矢防空车的话 我们稍微停一下啊 刚才发射的是箭矢防空车 应该从画面上看到它 打击对方的侦察机呢 没有打中目标 俄罗斯使用了柳越刀 对它进行了进攻 我们从这个插状的尾翼 可以看到 是柳越刀 好 我们在这呢 就放在这里啊 我们想的箭矢在俄罗斯军队 在乌克兰军队都有使用 而且都有被对方无人机机毁的 这种战力出现 可以说呢 这款防空车对于无人机来讲 确实是有些过失了 目前看 随便